这名牙医师职业三十多年 在牙医诊所开幕的时候 还号称是全台第一家 五星级的牙医诊所 军医出身的她 后来录用了 这个女性的牙医 大胆的穿着 让诊所一度爆红 甚至包括了 前台中市长张温英 也曾经在她的诊所里面 担任过牙医 在春秋晚会上 牙医诊所院长 唱着诊所自创的刷牙歌 自娱于人 他的牙医诊所 二十年前开幕时 号称全台第一家 五星级牙医诊所 已发话题 不过让医师跟诊所 真正爆红的 是他录用了 辣妹女牙医翁慈远 翁慈远开着保时捷 穿迷你短裙 完全颠覆传统医师形象 让民众争相好奇询问 但也被踢爆 翁慈远当时是实习医师看诊 逼得医师跳出来灭火 只要牙医师毕业两年以内 就是必须要找一个诊所 或者医院要去做实习的工作 如果这两年以内 你有考上执照的话 所以两年以后就会自行开业 医师是军医出生 担任牙医三十多年 首创自体干细胞植牙技术 在中部无人不知 是做活动假牙呢 还是做全口的人工植牙 但是必须要看你现在的年龄 到底是几岁 电台上 医师对牙科专业侃侃而谈 尽管诊所曾遇过经营危机 但他一一过关斩将 在员工眼中 他笃信佛教 还时常为员工庆生 是个体贴的大家长 如今竟然卷入外遇家暴风波 完美形象一夕崩坏 既有刘云民黄总 以台中报导